哈嘍 各位觀眾 我是阿姊 歡迎回到我們有名養殘地集的第二季的第四集 如果喜歡這個系列不妨在下面幫我點個讚吧 上一次呢 我們提到拉馬呢 去找了他的兒子Jimmy 但是呢 他不敢相信Michael已經死了 所以呢 他向Jimmy詢問了一下 準備要請往他的目的來去祭拜他 看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走吧 所以Michael真的就是站在這裡嗎 這真的令我非常的不敢相信啊 好吧 我們先來看看吧 看了之後就會知道了 走 我說Michael 已經過了一年了 不知道 你過了好不好 曾經我們是那麼出生物死的好兄弟 現在 卻輪到這個局面 這一年我真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他說在右邊的這邊的 誒 誒 崔佛哥 崔佛哥怎麼會在這裡啊 崔佛哥 你怎麼在這裡 你也來啦 拉馬 你怎麼會知道這裡啊 我去問了Michael的兒子Jimmy告訴我 Michael已經死了 我不敢相信啊 你不相信也不行啊 事實就白在眼前了 當初Michael被外星人抓走 是小福拼了老明去把他救回來的 所以 沒辦法救好他 我們也很自責 真的 真的假的 有外星人 所以Michael是因為被外星人弄死的 拉馬 沒有錯 我也有上去 是小福跟我一起把他救下來的 所以我可以證明真的是被外星人抓走的 我看你咳得有點嚴重 你還好吧 我還好 我還好 我只是最近可能為了找小福有點太累了 我還是不敢相信 怎麼會這樣子接二連三遺棄都太剛好了吧 你還沒找到小福啊 誒 他前些日子有來找我誒 那他來找你 他有說什麼嗎 他 他什麼時候還會再來找你呢 上次他來找我 主要是問我有沒有好的工作給他 因為以前他對我有恩 所以呢 我跟我一個朋友老闆 有組成一個共同的農場 所以需要一些載具的運送 剛好他來找我 就請他幫忙 我們就給他一點報仇 那 他還有說什麼時候會再來找你 或是怎麼樣嗎 沒有耶 不過聽說他就是想要買房子 就差個一些些錢而已 那剛好呢 我這個工作可以滿足他 他就來了 崔佛大哥 不然這樣子好了 如果以後他還有跟你聯繫 你一定要告知我好嗎 因為我真的想要找到他 好的 拉麻小弟 這沒問題啊 這沒什麼問題 不過你這麼急著他到底是怎麼了 也沒有什麼大事情呢 只是就是 以前跟他非常的要好 但是他現在突然就是不見了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原來是這樣子啊 如果有一天他跟我聯絡 我再跟你講好了 好不好 你再過來跟他會會 真的 這個呢 明天就是清明節了 所以今天剛好來祭牌他 沒想到這邊碰到你了 我就剛好也是來這邊喔 就是想要看看到底怎麼了 剛好就遇見了你了 不過好家在能力告訴我這些訊息 讓我知道 欸 好像又有希望了 好啦 那沒什麼事 我要先走了 有消息 我會再聯絡你的 好不好 掰掰了 好 祝福大哥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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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打擾你了 掰掰 乖啊 怎麼會這麼奇怪 剛好我走 他就來了 現在我要找他 又不然有辦法聯絡到他 這真的是令我非常的百般不解啊 到底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OK 好啦 現在幾點了 5點27分 喔 還好還好 還差3分鐘 我們今天呢 應該可以來得及這樣子 順利的接我們的結尼的下課了 好吧 那順便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他 今天呢 收到了這個房仲的消息喔 告訴我們說 有一棟屋子要賣850萬 我們現在已經要800多了 再差一些 應該就沒問題了 好吧 哇 這紅燈還真久啊 快快快快快 時間不等人啦 待會來不及呢 又要被罵啦 紅燈 好 走吧 綠燈醒 Go 好啦 那我們趕快找個地方停下來吧 應該這樣子剛剛好 我們來停在對面好了 不然這樣子可能會擋到人家這個 校園下課出沒的時段喔 這裡我們來錄一下喔 把這邊錄好錄好 OK 我們就在這邊稍作等候吧 應該結尼等一下就出來了吧 OK 總算是下課了 哇 又來到周末了 我相信小腹呢 一定有什麼計劃的 我們又可以出去溜達溜達啦 每天忙於課業 他又忙於賺錢 真的沒有意思可以放送的時刻 好不容易來到這個時間點啊 相信他也已經來了吧 耶 小腹在前面了 哇 非常快耶 OK 小腹 哇 欸 傑莉 你下課了傑莉 哇 我特地還買了咖啡要給你喝呢 哇 小腹 謝謝你 今天非常準時呢 你喝吧 快喝喝看 一定非常好喝 這聽說呢是 很上等的咖啡 你喝喝看 哇 去哪買的啊 真的不錯喝呢 謝謝我們小腹 好啦 先上車先上車 我有個好消息要跟你講 OK 我們上車吧 今天呢 有房仲跟我講說呢 就是有一棟房子850萬 而且比我們之前的兩間都還要好呢 所以我又想要去看看那間房子 不過他約跟我約的是禮拜一的時候 所以呢 我大概禮拜四喔 我去看一下房子 好啊 沒關係的 你去就好了 因為畢竟呢 我們有看過前兩間嘛 你比較一下 如果真的比兩間好的話 全那間應該是可以的 好啊 那就這樣子決定好了 如果到時候我看了覺得真的不錯的話 我們就真的會先跟他下決定這樣子 好不好 付一點點定金 代表我們的這個意願啊 啊 好吧 那接下來呢 我們先去把小學帶回去 然後順便去吃個飯啦 明天是清明節 所以我有點想要先去 祭拜一下Michael 好不好 然後帶你去一個 我以前蠻喜歡去的地方 好嗎 接力 好啊 當然好 你說的多麼好 那我們就先去在小學吧 兒子啊 你這個醜 爸爸一定會替你保的 我一定會替你討為公道的 我會就讓你這樣子白白的收圓區的 打給女兒一下 叫他把uncle叫過來 欸 今天我想起來啊 是爸爸欸 我接一下好了 你幫我叫uncle叔叔過來 我有話要跟他講 uncle叔叔喔 好好好 我幫你叫 我幫你叫 嘿 uncle們 我爸爸要叫你們啦 他說要叫你們過去啊 啊 好了 好了 索羅你在這邊好了 那小姐我就先過去了 索羅你照顧好他 看來老闆是準備要觸動攻擊的 哇 這個部署可是非常的不容易 來吧 我們先上船過去找老闆吧 看來老闆已經在等我了 我先過去看看好了 看到底要幹嘛 欸 老闆找我啊 沒錯 我找你 我是我也的 我叫你處理的事情 你處理好了嗎 老闆 事情 事情都好了 都好了 都已經處理得非常好的 我想要部署的行動 都已經規劃好了嗎 是的 老闆 你吩咐的我都照辦好了 而且呢 那邊的頭也需要你去過去看看 好不好 看看這樣子是否達到你想要的要求 還要我去看看啊 呃 對的 對的 因為畢竟你現在想要做的事情呢 是一件有關於人命的部分啊 所以你必須前往去看看 那好吧 你帶我去好了 老闆 那你就跟我走吧 那我們直接開船過去就好了 走了 好了 Boss 走吧 好 那我就開船 老闆 那我們就出發囉 希望這一次的這個部署呢 會達到你想要的要求 好 老闆 我們在這邊稍坐等候吧 待會呢 他們應該就會過來了 OK 看來他們已經來了是不是 好吧 我們就是去找他吧 看看到底他對我們這樣的要求 我們準備了是不是周當 來了 嗨 兩位老闆 嗨 軍官你好 這個是我的老闆 嗨 老闆好 不知道我請你們吩咐的事情 是不是都辦妥當了 老闆 一切都沒問題 請你們跟我來吧 我帶你們去看看我們的設備 我們走吧 我們走吧 來吧 上車 欸 老闆 想必你應該沒搭過這種車子吧 好不好 待會你看到我們的設備 就相信我們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關於這些事情呢 其實不可以太自我張揚 是我們私底下 我與這些士兵害你的協議 這畢竟呢 當初受過你的恩惠 所以這次要打算這樣子為你暴打 是絕對沒問題的 所以請你放心 把任務交給我們 一定會幫你把任務完成 好不好 老闆 OK 那現在營區裡面呢 其實沒有太多的軍官喔 以及這個士兵們喔 主要是呢 還有一些些 跟我們要完成協議的這些士官兵 那我帶你們一一去匯見他 你們跟他打聲招呼之後呢 相信呢 這次的作戰呢 絕對是會沒問題的 那當然呢 因為我們畢竟呢 軍車呢 或是一些武裝載軍呢 不能夠在這個 在路上呢 這樣子裝載 所以呢 我們帶了這一台 可以做一個水上的運輸 相當於到你的島嶼上呢 也會是一個方便的設施 好不好 所以這樣子整個處理上 一定會作戰沒問題的 老闆 我也介紹一下 在我們的營區裡面呢 算是滿頂尖的士兵喔 這位是我們的老兵 哇 他相當於參加過許多的大戰喔 在射擊 在狙擊方面 都是滿強的 然後接下來呢 是他的子弟兵 這三位呢 都是一體連心 所以呢 作戰起來呢一定沒問題 那往後呢 我們將會呢 開著這一台載具 然後到海邊那邊 開始 此離到你的島嶼上 將一些武裝載具 一些軍火呢 一次運到你的島上 這樣子我們要過去任務的專軍呢 一定想必是沒問題的 好吧 不知老闆的意下如何 這個我覺得是滿厲害的 而且呢 士官兵們呢 應該看起來都相當有經驗 我覺得滿不錯的 為了 這次幹得不錯 小兵折冠 好的 這樣還滿不錯的 時機成熟之後 我就會召喚你 你就帶著你的士兵 還有武器 直接來我的島嶼備戰 等到時間一到 我們就發出任務 也許作戰一次就會成功了 好的老闆 沒問題 我一定會遵照你的指示 一切將任務完成之後 我們一定會順利的歸回 也不會被人家發現 也不會讓你惹傷麻煩的 感謝你的老闆 當初的小名 也是靠你的成就 我才能夠活到現在的 好的老闆 這樣子策劃應該是沒問題的啊 那這樣我們應該可以準備回去了 好的 那就讓小的再帶你們出去吧 好 走吧 上車 手腳們解散 好 先回去準備任務了 好 OK 七月蓋島 小Jane Jelly 我們今天呢 剛好是清明節 所以我們就要去祭拜Michael了 好不好 這樣當初呢 我們跟他還是出生入始 去了很多地方啦 但是呢 往後呢 沒有辦法再繼續一起了 但是 來到這個節日 還是要替他去祭拜一下 那待會兒祭拜完之後呢 我們就要去一些地方啦 來玩樂一下啦 速解一下最近賺錢啦 以及大家辛苦的部分 好不好 好的 抵達 OK 小Jane 結理 我們準備下車吧 依然記得還在這裡 第二排 Jelly 小Jane 這裡就是Michael分母了 雖然你們對他可能是陌生的 但是 他對我來說是非常有手足之情的 今天呢 我帶了這一束花呢 也是要來獻祭給他的 Michael在這一年裡 我們雖然已經都沒有來見過了 但是 我對你的心呢 永遠思念 唉 希望往後 來世 你能趕快 早日投胎 找到最好的歸宿 這束花束 我先寄給你了 好 結理 小Jane 走吧 那我們要跟Michael say goodbye了 Michael 拜拜囉 有空再來看你了 走吧 那我們準備去另外一個地方囉 讓你們帶 帶你們去 以前呢 是我非常喜歡去的 那可能你們沒有去過 不過我們走了 就知道 我們今天很自責 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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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 你是搞什麼 當初我也有上去 起初我也不相信 真的 嘖 嗚 爹 這卡又卡住了 怎麼都會有這種問題啊 頭就不見啦 你一次見啦 好吧 走吧 Let's go NG 哈囉 嗨 DAM 把人家撞死了 這束花呢 是我要獻寄給你了 唉唷 你摸頭 窩裡咧咧 這束花呢 是我要獻寄給你的 嘖 不要再動作啦 到底之後 真正的小腹的爸爸 會對我們富蘭克林 會做些什麼事情 傑里恩的小缺 又能夠承受這樣的事實嗎 我們不知道 我們往後的劇情 會再一一的呈現 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喜歡這個系列 還記得幫我按個讚 按個訂閱 隨時按下鈴鐺 追蹤我開關鍵 我們兩個禮拜後 有名養成績自己 再見 掰掰